要追上來才行 會影響它的全能 有一個簡單的上法 俄羅斯選手露沙希加高 全身的後空翻 落地是很穩定的 前空翻 再來一個側空翻 這些都是0.4分D組的難度 因為難度由ABC這樣加上去 A就是0.1 這位選手平衡目就是它的強項 它拿過歐洲錦標賽平衡目的冠軍 剛才做一個跳步加轉體 這些難度相當大的 再做一個高舉腿的彈奏轉體360度 這些也是難度動作 但看它轉圈的時候 有一點點不平衡會不會扣分 會的 剛才它做這個動作 如果想跳轉180度 但是它的幅度不夠大 可能裁判會判它 這個動作就不算它難度 全身後空翻 兩周 我們看到它今天的表現 它有一點點緊張 重作做得不夠放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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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